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赵英子淘汰 再加上一宫淘汰的吴莫愁和黄小蕾 公开淘汰的姐姐已经有三人 而谭薇薇和王心灵合作的山海 可以说是二宫八个舞台中的最佳 一个刚毅如山 另一个则温柔如水 刚柔并济的组合意外让这首山海层次分明 别有一番风味 最终王心灵强势夺冠 排名第一 三宫当队长王心灵组表演了星星点灯 选这首老哥是因为三宫播出时间正好是7月1日 让人颇为期待 昨天 宁静在接受采访时 她表示 看了《浪姐3》节目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播出后呼声最大的不是舞台炸裂 表演精彩 而是姐姐真美啊 相信看过昨天的舞台之后 很多人都对王心灵又一次光录相看 这也给王心灵未来发展提供了很多可能 这次排第一 三宫当队长实至名归 哈哈哈 不过宁静随即调侃到二宫结束后 王心灵看到结果后也是大吃一惊 还说不想当姐姐三宫队长 提可可要求想被拒 当时我就告诉王心灵 为何在节目上这么炸裂 如果放一丢丢水 说不定就是别人第一 当然当队长就是加分项 就是大家的认可 我还告诉王心灵 当好队长 必须的肯定的请客 哈哈哈 事实上 王心灵还有很多宝藏的一面 没有被挖掘出来 成团卫绝对有她的位置 这次乘风破浪的姐姐二宫舞台圆满结束 三宫的最后将会再有三名姐姐被淘汰 但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也是期待下一场表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